OK還記得上次投稿給我的 2月挑戰任務那位玩家嗎 史萊姆X以諾通關的 這邊他又投稿了一次以諾加上史萊姆要來挑戰我們這次吃拉龜的地獄集齁 好來我們就來看一下史萊姆跟以諾怎麼再次聯手 太誇張了真的太誇張了 沒想到史萊姆才是MVP啊 人手應該要有一隻才對啊 好這邊第二關鎖祭齁 鎖祭加五鼠然後不能手銷到新珠 好這邊版面都轉得很漂亮 而且這個疊出很精湛齁 對他其實都已經經歷過2月挑戰任務那個摧殘了 這個地獄集對他來說應該是 還好 呃也不能說還好 就是沒有那麼難 對痛苦是比較出來的好不好 屬消八 哇結果是輸在傷害不夠嗎 哇 對這邊打出去就只有1吼 因為史萊姆的隊長技其實是吃COMBO的 哇 好這邊帶走了齁 來接著第二關 這邊直接鐵扇關開然後加上那個 牛魔王的2消跟2.5倍齁 直接灌過去 好來接著這邊是八康紅綠燈 好他開木史萊姆 不知道為什麼開下去那一瞬間就覺得 哇好可愛喔 那種感覺 好這邊八康 來這邊傷害應該就是 對每一關都要吼一下 好帶走 來接著水拼 喔 好 這邊該不會跟我說也是要疊珠破屏吧 這麼刺激的嗎 對 這邊木史萊姆還剛好可以把這個水轉掉 不會吧認真的嗎 真的要疊珠破屏嗎 哇塞 太誇張了吧 哇 可是 哇最後輸在一個小根性啊 天啊 好冤枉啊 哇 這邊應該要再等那個 九波王再跳起來一次 九波王再疊一次 哇 好九波王 好九波王 哇 這邊是橫排的 可是是在頂部的應該也是不好疊齁 剛剛有一回合是底部的 不過那時候他技能好像還沒有洗好 就有點可惜 這邊他應該是在等一個拼圖到他喜歡的位置 好 都用這麼艱難的隊伍了 給等 給等 來這邊要表演囉 哇塞哇塞 有耶 真的有耶 太誇張了 好來這個是木工盾好了 然後手消多種減傷 來這邊就是 鐵扇關開 然後再加上牛魔王 這樣子 A過去 好然後電擊不能手消光 好 鐵扇關開 再加牛魔王 2技 好 鐵扇關開 來接著他復活變強之後是不能手消到暗 剛剛木有一個天將 好這邊暗珠有疊到 好這邊再一次鐵扇關開 嗎 沒有開 好有有有 好沒有那個2.5倍差差很多 這個光珠的位置 還蠻奇妙的 三顆都是光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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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鐵扇一個關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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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疊得很漂亮 還是差一點點 這邊帶走了齁 來接著是三屬強化盾線 這邊先把光暗消乾淨一點 這邊二燒的那個木珠格的非常的漂亮齁 格很乾淨 接著就來到王關啦 十三康 九康 欸不是十三康啊 九康 我怎麼會講十三康 九康啊 九康 然後左右風暴 這邊應該是要用九風網去解齁 被追打可能會死掉 我們先看能追打幾下好了 這邊只追打一下齁 兩萬二 所以被打四下 會死 所以至少要有六康 這邊疊上去了 OK 一血這邊帶走 再來二血的部分 水火木光星銅等盾 這邊開龍客 有六康 那最後這邊就是先感謝大神齁 再提供這個史萊姆隊 以諾史萊姆隊通關 那也感謝大家的收看 最後銷到了齁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見啦 大家掰掰